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LM317 LM317有很多种封装 它有三个引脚 一脚是控制引脚 二脚是输出引脚 三脚是输入引脚 它既可以用来稳压 还可以制作横流源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它的详细电路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几个封装 首先是一个铁壳的 这种铁壳的功率相对来说比较大 这个也是大功率的 有点像我们的大功率三极管 这个就是中功率的 这个也是中功率的 它的引脚顺序一般是字面朝向我们 左面属第一个是一脚 散热片是二脚 这边是三脚 这个同样的 这个是一脚 这个是二脚 这个是三脚 这个也是一样的 只有这个铁壳的引脚顺序稍微有区别 它是我们这面 也就是引脚面朝向我们 然后这端是一脚 这端是二脚 这端是三脚 这个呢就是它的典型电路 三脚是输入端 二脚是输出端 输出电压是1.25V到37V 这个引脚就是控制引脚了 控制引脚的取样电压来自于我们的输出端 这个R1要限流 另外呢 一脚对地呢要有一定的电流 所以R2要有一定的组织 它的输出电压值计算呢 就是下边这个公式 输出等于1.25V乘以1倍加上R2除以R1 扩回 也就是说 它的输出电压呢 等于R2除以R1再乘以1.25V 很显然R2的组织越大 它的输出电压越高 R2的组织越小 它的输出电压越低 当然R1的组织越大 它的输出电压会越高 因为这个位置的电压会变低 我们后边这个IADJ乘以R2 就是我们这个一脚对地的电流 然后乘以R2的组织 就是这个位置的电压值 因为它的电流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如果我们要求后级输出的电压精确 我们也可以计算一下 首先要知道一脚对地的电流 然后再乘以R2的组织 就是这个位置的电压 加到一起 就是它的输出电压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后级通过一个模拟电压 来控制这个三级管 从而调节后级输出电压的 这个二级管呢 具有抗干扰的作用 当后级有尖锋电压的时候 很显然能够迅速 泄放到我们的输入端 使这个位置的电压 始终要低于我们的输入端 另外呢 这个模拟电压很显然电压越高 那么我们这个三级管导通量越强 使我们这个位置的电压越低 那么后级输出电压越高 如果这个模拟电压变低呢 那很显然这个位置的电压会变高 那后边的电压呢 就会输出降低 下边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横流源电路 前边输入电压在40伏以内 后边通过R1线流 R2条流 输出一个稳定的电流 它的计算公式最大值呢 按这个公式计算 也就是1.25伏除以R1的组值 很显然这里呢 通过电位器把R2短路掉了 这个电流值是十分恒定的 不受后级辅载和输入电压的影响 下边这个呢 就是它的最小电流值 那么很显然是R1加R2 也就是把这个电位器加上了 当我们这个电位器的组值越大 它输出的电流越小 我们一般呢 设定它的电流值为最小5毫安 最大为100毫安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